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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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再次來臨 姚中兒文化館普及教育節目 Econnect 接通經濟學 我是Joe 我是Adan 好像聽到有學生 找你問 是呀 上次學生看完我們 講的Producer Good Consumer Good 的概念之後 就問我們可否有 考試的例子 可以跟他們說一下 我們決定是 不會講考試的 一定不會講的 有什麼例子 比如我們 在崇江百福公司 公廁 不是公廁裡面的廁所 是吧 首先你留意 不用收入場費 是呀 好企 但是對於 百貨公司來講 這些 facility 其實 有沒有作用 當然有 因為整個 shopping mall 整間百貨公司 如果沒有廁所 就少一些人進來 所以首先 有一件事 這些是Producer 你可以這樣看 賣 shopping mall 做一些事情出來 但是有些事情 它不會直接 charge你的價錢 可以 但是那樣東西 都會影響整體的 revenue 是吧 所以不要想著 它是做 charity 公益 它不是直接計 明白嗎 很簡單 你去茶樓 吃飯 是不是 難道站在那裡吃菜 它當然是給椅子 但是它沒有說 椅子要多少錢 它沒有特別計 難道你說 我送給你 讓你坐得舒服一點 又不是的 因為你沒有坐 你又不去吃 它就沒有生意做 所以 我們的Cyllibus 永遠是 製作者 做了一隻X 整隻X 拿去賣 但是在現實世界裏 記住 它可能同一時間 提供一些 服務給你 看上去 就完全免費 但是其實都是間接 間接 明白嗎 爭取revenue 我明白 所以留意一下 回到崇綱 這些廁所 對於崇綱來說 就是producer good 因為它能夠提供 服務 崇綱自己不是 因為有提供廁所 而自己有 satisfaction 所以提供給 consumers 希望多些 consumers 進去百貨公司買東西 爭取revenue 都是為止 最後都是為止 對於 consumers 對於 consumers來說 一定是 它即時可以解脫 這個享受 可能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對嗎 所以你有些什麼 好像那時候 類似 歐洲的溫泉 歐洲有沒有溫泉 不要理會 歐洲的溫泉 是溫泉 但是歐洲的溫泉 酒店提供 對嗎 其實它也不是直接收你錢 對 不過它也是幫助它增加它的收入 增加它的客源 對嗎 好 這是一樣的 第二樣 你留意一下 譬如書展 我們平時在Citibus裡面 唯一家公司 什麼都搞亂 是的 但在現實世界裡面 其實就是 要不同的唯一 合作 但它們也是不同公司 又或者是一條龍 即是你們的 原材料 在這裡 做完就給下一個階段 那些就是工廠式 或者什麼 做完的東西就 就進去 就是PASS 最後陷入一隻 這就是一種問題 大家應該都明白 但譬如是書展 牽涉什麼 我要找個場地 那個叫Organizer 主辦單位 有一個Organizer之後 書展是否再要開始 要找一些不同的出版商 來開檔 所以第二步做出版商 最後才會有人入場 是的 那留意 這些Organizer 可以提供很多服務 給這些出版商 譬如它可以說 我免費提供Security 你放在書裡 你不走 你們沒理由 每晚拿走的書 我請人幫你看著 這些服務 他提供給那些出版商 那些出版商 那也是 producer good 對嗎 那這隻 但這隻 如果是這樣的 security 我幫你保住 那你留意 就永遠未是 consumer good 因為出版商 不是 consumer 他出版商 需要這些 security 守衛看著 是令到他更加 sure 可以去賺錢 因為那晚被人偷完這些書 怎麼辦 是的 所以出版商 記住 他不是 consumer的角色 嗯 其實他自己也是 producer 是的 但他又需要 Organizer 的service 所以這些 Organizer 提供出來的service 就是 producer 他一定是 嗯 因為這一步 還未牽涉 consumer 嗯 去到最後到書商 賣些書 那一步就是 consumer 那邊就是 consumer 是吧 那我又知道 很多人寫東西 這個producer good 有時候寫成capital good 那一步 是的 所以這些字眼 記住大家都差不多 capital good 和producer good 特別是注重 那隻物品 是 durable 就是一路內用 就是加多樣東西 內用 但問題最重要 如果是由頭到尾 都是用來為錢 都是叫producer good 嗯 但記住 有時候他可能出的字 叫capital good 即是兩個都可以通用 是的 你不要把名字搞錯 這些東西 那就可以搞定了 是吧 那大家又可以去玩 挺開心 好 好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